新北市的原住民將近有5萬多 長期以來 大家對原住民在度會形態 或是在家裡形態 我們都非常非常的關心 我第一個要做的是 並且召開主持的事務費用 執勤、平等、多元共融 是我們的一個目標 文化的發展 以及還有它的經濟的帶動 都能透過市長親自來主持 把所有執勤的融合 尤其原住民的自治的潛力 要給他更重視 這是我第一項想要做 原住民在鎖工藝、工藝用品 以及很多的文創品 商品都做得很棒 其實它欠少一個平台 也欠少一個創業的資金 所以我未來要 成立一個原住民的天使基金 一共給原住民創業的第一桶金 幫助他們創業 那好的工藝產品 以及好的商品 會在用電商網路的平台 以及市民廣場 可以推銷任何的形式上 來幫助我們的原住民 能夠把他的產品 給他銷售出去 除了這個以外 最重要是除了老師的培訓 讓除了老師的培訓 讓除了老師的培訓 能夠更多 能夠來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讓大家 原住民的小朋友 都會使用他們的資金 除了決定是一個原住民 能不能有戲經營 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第四個 廣設原住民的老人之間 照顧關懷中心 那在山地也好 在度規形態也好 長輩們的關懷跟照顧 尤其原住民 更希望我們給他大力的幫忙 讓原住民的長輩們 能夠不管靜態動態 都能夠走到中心裡面 跟所有人來活動 查理健康快樂有趣的生活 讓他們多元性 我想這四項 都是侯友宜 針對原住民的行動證件上 所提出來 我希望我當選 市長以後 更能為原住民 所獲他們的健康 所獲他們的生活 所獲他們的未來 尤其讓他們的文化 主義 還有他的傳統 都能夠延續下去 這是侯友宜 要努力的 原住民朋友 大家一起來 宋宇春一起來 謝謝大家 謝謝